第582章女画诗 鲍一秋写字速度比较快 在田勺有意放慢语速的情况下跟得上 而且字迹也很端正 田勺在他的基础上直接进行修改 然后再让娄子虞重新抄一遍 他这样做就节省很多时间 他考虑了许久后又弄出一本女孩子喜欢的漫画来 鲍一秋也没那么多时间 田勺就自己动手写了 12月初 有关部门选了三个女画诗送了过来 年岁最大的三十叫宁妙竹 满脸的风霜 一个21岁叫卢青叔 这姑娘比较害羞进屋就低着头 都不敢跟田勺对视 剩下的一个叫书香巧 16岁 眼神灵动嘴巴也甜 见到田勺就子子长子子短的 还是老规矩 田勺先对他们进行考试 跟之前考的一样画漫画人物 让田勺意外的是 画得最好的是卢青叔 其次是宁妙竹 而看起来灵动可爱的书香巧 画的人物却是一塌糊涂 田勺指着书香巧那不知所以然的画 很是不解地问道 我要的是功底深厚的画师 你这水平为什么能被选上 9月份被淘汰的那8个 画家主要是想法跟不上 但这些人画工是个没问题 可书香巧这一水平 也就比初学者强些 书香巧红柱眼眶说 田勺姐 我是真的喜欢画画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田勺姐姐 我不要工资也不要票 只希望你能让我留下 田勺很冷酷地拒绝了 即使书香巧哀求了半天 也还是让灵秀美将她送走 田勺忍住没抱粗口 只是揉了下太阳穴 也不知道这些人干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将书香巧送过来 若她跟方舟一样很有天赋 留下来也无妨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女孩在这方面没前景 留下她 不但耽搁自己的事 还害了这女孩 长出了一口气后 田勺将已经画好的 十多张人物拿出来 然后要求三天时间内 熟悉这些人物 三天以后 要开始工作了 宁妙竹看住这些人物的头发跟衣服 问道 田同志 这样的漫画能出版吗 这些人物的头发有红 绿 黄跟黑 等各种不同颜色 衣服也是款式 多样子多彩 不否认 这些漫画里的小女孩 这么穿着打扮很漂亮 但她觉得没有出版社会收 田勺笑着说 若是不能出版 我大费周章 请你们来做什么 你们只安心画就好 其他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宁妙竹问道 那每个月 能给都多少钱 田勺了一声后 问道 你没有单位 宁妙竹垂下头道 以前有 后来工作给了我小姑子 就在家里做些散活 贴补家用 这次 也是她美专的一个女同学 知道精美招临时工 特意告诉她的 她参加的两场考试就通过了 然后就被送来这儿 环境辛苦不怕 怕的是没钱 她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田勺看向卢清书 问道 你不会也没单位吧 卢清书小声说 有单位 我是金氏电视台的编辑 不过平日也就帮着跑腿 并没正儿八经写过稿子 田勺有些意外 说道 你的画工 没有十年功底 是画不了这么好的 不仅 画工好 他画出来的人物 栩栩如生 庞弱 有生命似的 这就是天赋一饼 依照后世的说法 这就是属于老天喂饭吃的 那些人歪打正柱 给他送来了的好苗子 卢清书被认同很高兴 说 我四岁 我爷爷就教我画画了 我自己也喜欢 也因为热爱 所以一直坚持没有放弃 那你来这儿 单位还会给你工资 卢清书犹豫了下说 我这是属于戒调 应该会给我发工资吧 田勺也不纠结这个了 他说 你们两人一个月完成三本漫画 五十的工资 多画一本 就多二十块钱 多劳多得嘛 这很公平 宁妙竹不可置信地问 一个月五十 你说的是真的 田勺说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还指望你们帮我画画 若是我骗你们 你们到时候撂挑子不干 岂不是单个事 卢清书指着指自己 不相信地问道 我也是五十吗 田勺说 嗯 两人都是五十 若是这漫画反响好 到时候还会给你们发奖金 不过这事 你们两人别说出去 因为其他的画师只有奖金 工资跟粮票 都是原单位发的 两人喜出望外 连连点头道 你放心 我们不说 谁都不说 田勺从宁妙竹的状态 以及刚才的话 看出了他日子过得很不好 于是主动提出 可以先预知他一个月工资 宁妙竹本来还选着心 等手中捏着五张大团结 才确定自己不是做梦 他感动不已 红着眼眶说 田同志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田勺没问他 为何会将工作让给小姑子 只是提醒到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做人都不能太软弱 不然别人就骑在你头上 为所欲为 正常人都不会将工作让给别人了 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东西 而这么做的人 基本上都不会落什么好 宁妙竹觉得自己白活了这么多年 都没田勺一个小姑娘看得通透 田同志 谢谢你 我已经跟那一家畜生没关系了 我现在就想好好赚钱 然后将我一双儿女养大成人 田勺文言很欣慰 不是因为为父家奉献就好 他说道 你想通了就好 我每天放学后会过来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跟我说 宁妙竹点了 下头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放学 田同志你还是学生 田勺点头道 是 我是经大的学生 也是为了方便才将你们安置在这里的 跟宁妙竹两人分开以后 田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去了 招收男画师非常顺利 可画师只收了两个 还都不是从事相关工作的 宁妙竹看他神色不对 问道 小勺 你怎么了 田勺道 没什么 就是突然觉得咱们国家的男人很幸福 可以不用管家庭一心拼事业 不像女人 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事业 女画师或许很少 但肯定有 之所以这次只来了两个边外人员 十有八九 是他们放不开家里的事 才不报名 宁妙竹笑着说 咱们不是一直都是男主外女主角内 这也没错啊 田勺被泼了这么一盆冷水 也没了谈下去的欲望了 第583章寒假 转眼就到了期末考试 一考完田勺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慕宁真问 小勺 你不等成绩出来再回去吗 田勺是急着去港城 离过年也就十多天时间 要去港城处理一堆的事 还得转到回家 哪还有时间留下等成绩出来 反正第一肯定不是我 留下来也没意思 慕宁真文言扑搭一声笑了出来 你若是将心思都放在书本上 那第一一定是你的 可田勺课外的时间全都花在漫画上 第一名是无缘无故了 他甚至怀疑 田勺这次考试成绩 怕是要跌出前三名了 田勺收拾好东西没医会 就有同学过来告诉他 陪月在楼下等 报一秋跟慕宁真将他送到楼下 离开市挥手道 小勺明年见 田勺过去跟他们抱了下 笑着道 等明年回来 我带了家里 的特产给你们吃 你们也要记得 给我带家里的特产来啊 报一秋笑骂道 放心 保准让你回来吃得满嘴香 不过你也优住点 上次回家半个月就胖了 这次差不多一个月 可别又胖了 慕宁真在旁哈哈大笑 他们可都知道田勺是最怕胖的 一秋姐故意打去他呢 田勺却不怕 说 放心 只会瘦不会胖 寒假加起来都不满一个月 路上来回就占了十来天 坐车折腾人 能胖得起来才怪呢 陪月先带了田勺去了工作室 将已经画好的漫画本都带上 这次的量比较多有四十多本 其中有一半是新出的两部漫画 田勺之前是想将两本漫画分开刊登 然后弃龙珠一周两刊 没办法 古川要一周两期 剧情跟不上 只是这个提议 行少会跟宫崎水都反对 读者原本只花两块钱 就能看到两本漫画的内容 现在却要花双倍的钱 那肯定不愿意 说到底两人只有守成的能力 没有开拓以及改革的勇气了 至于出漫画单本 这事两人倒是同意 这次田勺回去就敲定这事 随后 田勺又回家拿了给赵小柔准备的特产 陪瑞看住两个大箱子 笑着说 我们出门就一个公文包 你这出门都是大包小包的 田勺看住他身上灰色的中山装 嫌弃了转开了眼说道 工作室的这些漫画师 这几个月也画了几本漫画 纸楼子鱼那本漫画还行 其他的 不是太子版就是歌功颂德 这样的漫画 在港城不会受欢迎的 其实这些漫画师 有些不止画工好 文学造诣也挺高的 只是思想被固画 画出来的东西老套没新意 这次田勺准备买港城 以及樱花国的漫画回来 希望他们看了能打开思路 想出好的适合市场的故事来 陪瑞笑着说 这次还有个同志陪同 你多买些苏书带回来也没问题 买书他不拦着 卖买多少都行 其实八九月 田勺就看见百货大楼 多了许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从港城进的 现在只是探路的阶段 以后港货会越来越多的 田勺觉得自己买了这些漫画回去 也不会太突兀 他笑着说 放心 肯定多得到他们提不到 两人是下午三点多的火车 票是早就买了 两点二十分有车子来接他们 这次除了司机 还有个穿住军装的年轻男子 陪瑞介绍 小勺 这是远景 今年军区比赛 远景是射击 格斗 越野三项冠军 也具有很强的侦察能力 田勺一听不由脱口而出 这样的人才用来保护我 岂不是大财小用 远景正色道 田同志 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不该如此妄自菲薄 上头派这个任务给他时 说田勺是很重要的人才 虽不知道具体做什么 但能让领导这般说 可见是为国做了贡献的人了 陪瑞好笑不已 与远景说 远同志 我这对象有些小孩子心性 还希望你别介意 远景一争 问道 陪同志 这 这是你对象 他还以为 陪瑞是跟他一样 只负责保护田勺的安全 再也没想到 两人竟然是一对 不过陪瑞这个身份 反倒是让他松了一口气 这表示陪同志 能管得住这位田同志了 保护女同志 最怕对方不配合了 三个人上了火车 田勺这次还是下铺 陪瑞也是下铺 远景则在田勺的上面 这样的安排 也是更好的保护他的安全 三个人刚坐下梅医会 就有个男的带了孩子过来 与陪瑞说道 同志 我的床是在上铺 带着个孩子不方便 不知道你能否跟我换下 若是陪瑞一个人也就换了 但他现在要保护田勺 自不可能还到另外一个车厢内 对不起 我对象坐车就晕 我要照顾他 你找其他人吧 男子道歉后 拉住孩子去了隔壁的车厢询问 只是旁边下铺是两个老人 人家也睡不了上铺 这男人失望的孩子准备往回走 陪瑞见了 说 这位兄弟 你若是不介意的话 晚上可以将孩子放在我这儿睡 男子高兴地答应了 等父子两人离开后 田勺忍不住吐槽道 这人可真心大 就不怕你是人贩子 半夜将他儿子抱下车跑了 陪瑞黑住脸说道 你从哪里看出 我是人贩子了 田勺文言 做起来很认真地说 陪瑞 你一身正气 明眼人一看就是好人 这没错 但人贩子也没在脑门上 刻住坏人两个字 而且有些人贩子很擅长伪装 有的假装成慈祥的老奶奶 忠厚的大哥 以及良善的大姐 做父母的 一旦警惕心 他们就很容易得手 想到这里 他说 不行 我得编写一本 防骗防诈手册 让带孩子的人出门 提高警觉心 不然的话 孩子丢了 可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后世经常看到 那些寻亲节目 父母丢了孩子 悲痛欲绝 然后一直寻找 运气好的 将孩子寻回来了 运气不好的 到死都没见到孩子 但就算孩子寻回来 孩子的人生轨迹 也改变了 运气突然明白 为何上头如此重视这女孩了 一件这么平常的小事 田韶却从里面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并且还准备编写防骗手册 这姑娘 确实是个人才啊 陪月点头道 你这想法很好 灯写好了我给廖书看 然后跟铁路部门沟通 到时候在火车上好好宣传 田韶觉得这样宣传速度太慢了 不过这 也不急 等回四 九成再说 第584章 黄金选择全赚了 期末考成绩出来 田韶这次排名第五 如慕宁珍所预料的那般 跌出了前三 而鲍一秋也滑落了三个名次 帮田韶工作也确实了影响了成绩 班长齐磊不由问道 一秋 这两个月你天天放学后 就跟住田同学去了他那租房内 你们到底在那做什么 为什么成绩会下跌这么大 鲍一秋含糊道 你不用担心 我心里有数 齐磊说 我能不担心吗 田韶聪明底子也好 他课外不学习也能考前五 可咱们不一样 咱们一松懈成绩就跌下来了 顿了下 他又说 田韶对象工作好赚的也多 他只要顺利毕业就能留在四九成 可咱们不一样 一秋 咱们得靠自己 若是成绩不好 以后咱们可能就不能留在四九成了 报一秋知道他是为自己好 但听了这话心里还是不舒服 齐磊 小韶之前写的小人书每个月还有稿费 他吃用都是花自己的钱 并没用过赔同志的 上次他们去吃涮羊肉 四个人吃了三十多块钱 他跟报一秋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可田韶眉头都不眨八下 从这点可以看出 他现在的漫画肯定赚得比小英雄阿勇还要多了 只是他答应田韶 所以从不跟人提 就算慕宁珍问他都没说 齐磊看他生气 解释道 我知道田同志很有本事 我这也是为我们的将来助想 他真的 很喜欢报一秋 所以想两个人能走到最后 报一秋说 齐磊 小韶请我帮忙并不是无常的 也是我们关系好 这才特别照顾了 你也不用担心 我下个月会努力将成绩提上去的 齐磊没有在 追问下去 点头说 你心里有数就好 当天下午 报一秋就回家了 学校有一些学生 因为家里太远 来回不方便 加上车资也贵 就没回去 不过报一秋这两个月 帮田韶做事 除每个月三十薪水外 晚上这顿田韶也包了 所以他现在手头没那么拮据了 有钱买车票 回家过年了 在报一秋登上火车时 田韶已经踏入了港城的地界了 这次住的地方又换了 行哨辉租了一间高档的公寓 比之前贵了三倍 贵有贵的道理 一是这里管得很严 闲杂人进不来 二是有三间屋 并且每间房都很宽敞 光线也极好 田韶看住明亮的落地窗 一下就喜欢上了 客厅也是他喜欢的简易欧式风格 田韶看了三个房间跟厨房 很满意 他问道 像这样一套房子多少钱 公正想了下说道 房租 是八百 房价是多少 我就不清楚了 行小姐 这个可以问下总经理 行哨辉现在经常上报纸 走到那里都有被认出的风险 所以没露面 这次特意派了公正 来接田韶他们 远景是第一次出门 听到这话腿都有些软了 房租八百 差不多是他两年的工资 资本主义的地方 果然有钱 田韶饿了一声 没再继续问了 先租着吧 等房价下跌再买 你先回去 跟行叔说我这儿不急 让他忙完再过来 好 港城这边暖和得很 田韶将厚厚的棉袄 换成了连身裙 不过他怕冷 外头还套了一件风衣 然后与培月道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到了外头 田韶先给赵小柔打电话 很巧的是赵小柔正好在家 听到他的声音顿时注急了 小韶 我不是让行哨辉转告你 让你短时间内不要来港城 你怎么还是来了 这行哨辉是 怎么办时的 都这般叮咛了 还让田韶过来 就不怕出事 怎么了 赵小柔将事情简单说了下 说完后道 现在在那些人眼中 你就是一块肥肉 谁都想吞进肚子里 小韶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太危险了 别说 新报的对家 跟盯上他的那个帮派 就是包华帽 都问了他好几次 田韶什么时候来港城 弄得赵小柔心惊赶战的 以至他接连好几碗 都做噩梦 梦里田韶被那些坏人抓了去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田韶笑着说 新报上个月净利三百多万 他们会眼红也正常 等报社这边改革 一周双刊利润翻倍 这些人会更眼红了 不过这些 他也就心里想了一下 没说出来了 怕吓着赵小柔 你不怕 田韶还真不怕 说 那些人都是欺软怕硬之辈 知道我有靠山 也就不敢打主意了 赵小柔见他不怕 也就没继续劝了 然后告诉了 他一件好事 咱们的黄金期货赚了 赚了五倍了 你买了五十万 现在变成两百五十万了 二百五 有道是傻人有傻福 希望者 回能阴眼这话 赵小柔说 小韶 我之前投了八万八 去掉手续费 也能拿到四十万 小韶 我想将这钱提出来 将现在住的房子买下来 能这般清醒 田年觉得 是好事 有了房子 至少以后跟包华帽 分开有落脚的地方 而不是回去跟他妈紧了 就他那个妈 他觉得不认更好 田韶说 你想买房子是好事 但别买现在住的这房子 为什么 我挺喜欢这房子的 田韶直言不会 我怕有一天 你会堵物私人 赵小柔那边顿了下 然后苦笑一声道 我都没想这么远 行 那就听你的 换个楼盘买 不过田韶 你的钱也拿出来吧 你之前说了 这就是堵运气 咱普通人没这么大运气 玩不起田韶暗道 我不是普通人啊 我是开挂的 现在黄金期货 正是火的时候 撤出来太可惜了 我准备再买几次 正想说万一亏了这话 赵小柔就想起田韶之前的话 这钱亏了 他还能从其他地方赚回来 总归不影响生活 赵小柔说 小韶 我不打赌 我觉得还是买楼稳妥 亏掉八万多 他最多难受几天 要是亏了四十万 没买这房 他会一直后悔 而且包华帽 现在对他 也没以前那么上心了 得多为自己打算点 第五百八十五章会议 一 田韶觉得 他现在租的这间公寓挺好的 环境好 治安好 房子装潢跟布置 也符合他心意 他有意过两年 买下这栋房子 所以提议 赵小柔也买在这里 赵小柔问了 他公寓的名字 然后笑着道 那儿确实不错 不过八十平的公寓 一套好像要五十万 我这钱也不够 田韶说 你若要买 刹 都我借给你 赵小柔不愿借田韶的钱 万一他财运真好 那十万就能翻几十倍了 他自己不敢去读 可不想担个田勺发大财 赵小柔摇头说道 不用 你的钱都有用处 到时候看吧 实在不行 我就贷款 反正贷款十万 按揭十年 每个月只要还一千多点 我英文学得还不错 到时候 找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不难 再不行 就将那些首饰包包 卖了也还得起了 至于衣服 穿过 登衣服打折很厉害 卖了不划算 不如卖首饰包 田勺失效 说 没到那地步 以后你要碰到困难了 就去找邹叔 我跟他打好招呼 他到时会帮你的 你呢 也别整日待在家里 出去找工作 薪水少些也无妨 多接触外头的人跟识 在外面接触多了 总能交到 几个说得来的朋友 到时候心里难受 也总有个倾诉的对象了 赵小柔知道 田勺是真心为自己好 不过她知道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等过完年 我就去找工作 田勺笑着说 我这两日会比较忙 没时间 去找你 等我忙完了 咱们一起去逛街 赵小柔笑着硬下了 然后问道 那个女保镖 这次还跟住来了吗 田勺笑着道 没 裴月跟我一起来了 除此之外 还带了个很能打的保镖 秀美以后 就在四九城跟住我 港城是不能来了 说了十多分钟 田勺才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 裴月问 你怎么不请她过来 田勺摇摇头说 她怕包华帽对我不利 不会过来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咱们赶紧去吃东西吧 我都快饿死了 吃过饭 三个人就回了公寓 田勺有些累 进屋休息了 远景问 月哥 听电话里 田同志说那个什么包华帽 要对他不利 田同志跟他结仇了吗 要说结仇 也算吧 裴月将田勺与包华帽之间的交易 说了下来下 说完后到 漫画公司现在很火 漫画报刊的每天销量十多万 前面三个月加起来 利润加起来已经六百万了 加上这个月的利润 就达到了包华帽提的要求了 包华帽投资三百万 结果巨额利润吃不到嘴 只拿百分之二十的报酬 又如何甘心 远景吓得都变成结巴了 多 多 多少 裴月满脸笑意地说 你没听错 就是六百万 我也没想到港城这边的人 竟会这么喜欢漫画 我原本一年能赚个几十万 就不得了 在裴月心中 漫画都是小学生看的 却不知道最喜欢漫画的 近视高中大学 以及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而这些人又最舍得 远景佩服的五体投地 赞叹道 田同志真是太厉害了 裴月很庆幸 庆幸自己相信了田巢 虽然现在漫画还没卖到国外去 但他相信田巢能做到 只是时间的问题 下午三点 刑绍辉跟宫崎水两个人过来的 为了不让被发现 他们是分开走的 所以是一前一后的 田巢被叫醒 先洗了个把脸才出来 看到刑绍辉 他关切地问道 叔叔 之前我听说帮派的人为难你 后来他们还有没有再找你麻烦 刑绍辉扶了扶自己的金丝边眼睛 很平静地说 有 对方派人在路上偷袭我 不过偷袭我的三个人 两被我打着了腿 一个肋骨断了四根 宫崎 水打了的冷战 他们这位总经理果然不简单 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刑绍辉摇头道 有人出面说哈 我赔了医药费这事就了 不过明的不行 他们就来按的 先是想要绑架 那工总编跟他儿子 没成功 然后又挖走了 工师傅的一个徒弟 跟我们招的两个美工 后来发现 这些人影响不到报刊 又想买通我朋友 让其反水 田勺记得很清楚 他们漫画报刊 的发行商是刑绍辉多年好友 刑绍辉笑着说 我们漫画社现在势头这么好 我朋友脑子又没坏 怎么可能会同意 我那朋友的女婿 家里三代都在警局 其中有个叔叔还是高层 他这朋友 也是有很深的背景 并不害怕对方的威胁 所以说想在港城冒头 若是没有背景 就得靠运气跟手段 以及投铁了 话是如此 还是要注意安全 刑绍辉文言笑着说 安娜 其实公司少了我 或工总编都没影响 咱们公司的核心在你 所以 真正需要注意安全的是你 照我的意思 你这段时间不该来的 等韶华漫画公司 彻底站稳脚跟 到时候田韶再过来也不怕了 田韶这次来是商议改版的事 这是在电报压根说不清楚的 必须亲自来与他们谈 田韶说 我这次来做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的 宫汽水的态度不变 说道 行小姐 我觉得两本漫画分开 风险会很大 现在那么多队盯着我们 对我们虎视眈眈 咱们这么做 对方肯定会急急整我们 一个弄不好 咱们漫画社又要陷入危机了 工总编 漫画报刊核心是什么 自然是漫画了 田韶将放在面前两本漫画 递给工总编 说道 这两本漫画 长生 我准备跟龙珠一起刊登 另外的美少女战士 跟住古川 放在一起刊登 长生 顾名思义 就是追求长生的故事 核心是打怪升级 然后拯救苍生 中间还夹杂了 爱恨情仇的故事 这部漫画大纲 是田韶提供的 具体的剧情 则让画师们自由发挥 之后再由田韶修改完善 画师们想的剧情 都挺有意思的 田韶修改的不多 淡化的人物就一言难尽 最后 漫画人物全都是出自 田韶之手 第586章会议 二 宫崎水将这两部漫画后 冒出来一句 行小姐 你真的是人吗 田韶笑着说 长生我主要是负责画人物 剧情是其他画师 一起想出来的 长生是与别人一起 合作完成的没错 但美少女战士 署名却只有K 也就是说 他一口气弄出 三本漫画来了 像这样好的作品 写出来一本就不得了 他却一下弄出三本 正常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宫崎水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 行小姐 我觉得你这本新的漫画 换个笔名更好 不然会有人抓住这一点攻击你 攻击什么 自然是认为他作假了 毕竟一个人手速有限 一个月画不出那么多的漫画来 田勺却没同意 他说 到时候你们可以对外公布 说有个团队为我服务 我只负责故事情节 与等于人物画像 漫画是由团队的画师完成 这也是事实 而且就算他们不说 行家也猜测到了 毕竟人的极限就在那 他不吃不喝 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产量 宫崎水试探性地问 行小姐 我想问下 你这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啊 田勺笑着说 暂时只有14个人 明年应该还会再加几个 来在港之前 他又跟上头提了 再集调几个女画师的要求 现在韶华漫画公司 在上头是挂了名的 所以正常的要求都会满足 宫崎水暗暗则舌 他以为就三五个给田勺服务 却没想到这么多 行小姐 这是要咱们报出来 我觉得会在漫画界 引起一场地震 以前漫画都是 做着自己助手画 现在等于是许多人完成了 这就跟流水线一样 田勺说 只要读者喜欢看愿意买 其他人不用在意 宫崎水很直白地说 行小姐 你的行踪 能瞒得过那些帮派 跟我们的对家 肯定瞒不过 包公子跟李公子的 田勺笑着说道 我为什么要瞒他们 我还准备等忙完手头的事 请他们吃饭呢 虽然包华帽与李红毅 跟自己对赌协议书了 但做生意有输有因 知道他有靠山 他觉得包华帽 跟李红毅两位公子哥 不会为这么点利益 就交物的 宫崎水觉得自己 看不透田勺的想法 算了 时代在变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 他这个老人家 能有晚饭吃就好了 田勺说 叔叔 公总编 我的计划是 七龙珠与长生 一周两期 古川跟美少女战士 一周一期 宫崎水觉得 这两本新的漫画利益 都很好 有火爆的漫画 带着肯定成绩不差的 可以 不过后续能跟上吗 这个放心 跟得上的 接下来 田勺将古川跟七龙珠 两本漫画的单行本拿出来 说道 这两本漫画 现在印两三千试试水 若是卖得好 再加印 宫崎水说道 邢小姐 古川先印三千本 七龙珠 我觉得可以印一万本 邢少辉 也赞同宫崎水的提议 主要是后面这本卖得更火 销量这么高 也都是这本书带动的 相对而言 古川就差一些了 田勺同意了 谈完了这两件事 田勺有些奇怪的就到 工总编 前些我们出的漫画报刊 我都看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画师给我们投稿 在田勺的强烈 要求下 上个月公司出的漫画报纸 都送给他看了 所以也很清楚 报纸内的所有内容 宫崎水叹了一口气说 邢小姐 你之前说我们不要收帮派打斗 以及戴色情打擦边球的漫画 这就刷掉了大半 而你又没有作证公司 加上咱们公司连载的两本漫画太火 名气大的话是投稿连载 那等于是给你抬轿子了 得 田勺觉得还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 宫崎水说 邢小姐 你不喜欢那些打擦边球的 我能理解 但岗城这边帮派争斗以及武侠是主流 咱们不应该摒弃的 田勺摆手道 帮派争斗这个不考虑 武侠可以收的 宫崎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星小姐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田勺摇头说道 我看的漫画比较多 武侠小说接触的比较少 不过大家可以集思广义一起思索探讨 说不准就能想出个好的故事来 宫崎水有些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也正常 邢小姐要什么题材都知道才吓人呢 公司收不到好的作品 这也寄不来 田勺说 咱们多做下这方面的宣传 说不准能逃到好的作品 谈完工作 邢少辉又谈起了薪税的事 现在报纸销量上去 大家的工作量比以前多了 他认为应该要涨薪税了 田勺点头表示薪税是应该涨 工作量增大 不涨工资 员工迟早跑光 还会落下抠门小气的名声 到时候 真正有才能的人 也不会来帮你做事了 邢少辉将自己造的表 递给田勺 让他自己看 田勺看了下 笑着说 叔叔 公司上上下下的事都靠你 你的薪税涨两倍 工总编要管的事 也多涨1.5倍 其他的都按照 叔叔拟定的标准来 邢少辉笑着道 行 都听你的 公企水也很高兴 他现在薪税300 以后涨到750 等明年漫画改版 销售上去 薪税一定还要涨 等公司彻底立足 到时候可以让老婆 来公司当清洁工 这样每个月 能存下大笔钱 再节俭些 不用三年就可以买楼了 自从来到 韶华漫画公司 他觉得日子 越来越有笨头了 开完会 田勺看了下手表 竟然六点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叔叔 公总编 咱们出去吃吧 邢少辉摇头说道 要万一被人拍到上网 小报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跟公总编去吃 你跟赵妮自个去吃就好了 田勺知道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笑着道 行 那你们去吃吧 叔叔 我明日要去漫画公司 看下账 希望你能安排好 邢少辉没同意他去公司 我让人将公司账送来 省得去公司 暴露了你的身份 田勺同意了 叔叔 你明日去银行 将银行余额单打一份过来 你要忙 就让公正去 好 第587章查账 第二天一大早 公正就将田勺要的东西 都送了来 田勺吃过早餐 就开始看了 原警小声问 岳哥 田同志怎么还会看账啊 裴月眉眼都带着笑 说道 在他考进京大之前 就是纺织厂的会计 当时教他的老师说 他天生就是吃这一碗饭的 事实证明 田勺真正的天赋是漫画 这么多账 田勺不可能一本本看过去 就抽查 然后看账本跟报表 不过银行账单 他是一笔笔对的 然后发现了问题 刑绍辉下班过来 田勺就问了他 这个会计是招募来的吗 刑绍辉问 是 我一个朋友的妻子 怎么 有问题吗 他早上跟会计说 要将账本都拿走 会计还很热心地表示 要不要打下手 没看出一点紧张与担心 田勺将一张表递给他 说 业务能力没问题 但12月份 有一笔利息没入账 刑绍辉一听 脸顿时就绿了 然后说道 安娜 可能是他落下忘记 做了 账是平的 我将12月的账本 全都看了下 多了一笔支出 正好与12月的利息冲了 刑绍辉再没想到 自己朋友老婆竟然会干 出这种事来 小勺 对不起 这是我不知道 不然我早吵了他 这事要论起来 算是刑绍辉的严重失职了 上头知道 怀疑他坚守自盗 都有可能 田勺相信 他不是短视的人 他说 让他将钱补回来 然后辞掉 先别另外招聘了 小柔姐以前是会计 我先问下 他要不要来干这活 出那的话 你找信得过的人来做 巫书 以后财务的两个章子 会计跟出那一人一个 还有 以后不管是取钱还是转账 都必须有你的签字 他还打算到时候 委托会计事务所 三个月查一次账 然后他自己每年 再带人再查一次账 双管齐下 他觉得应该 不会再被钻空子 刑绍辉摇头说 过完年 上头会只派个出那来 田勺并不介意 上头只派人来 但他不愿意 被人指手画脚 来了就让他做好本质工作 手要伸得长了就赶走 刑绍辉有些意外 田勺也没瞒着他 说 上头有人眼红 想要捞工 被我据回去了 这公司是我们一手创立的 我绝不让那些人 将他搞垮了 给国家赚 外汇 这是他之前答应的事 即使将利润都抽走 暂时不给他分红 都没意见 但公司的经营权 他却不准这些人染指 这些人都是门外汉 想抢别人的功劳的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让这些人进了公司 那他就没话语权了 当然 若是那些人 不经他同意 就派人来管公司 他也改料挑子不干 上纲上线 想他无私奉献 那是不可能的 新少辉其实知道 有人想要取代他 有田勺这话 他还是很暖心的 公司是你拉投资创办的 刊登的漫画 也都出自你的手 他们想抢功 抢不到的最主要的是 爆红的两部漫画版权 都在田勺手里 而不是公司手中 在港城 只认版权 可不认什么集体所有制 晚餐 行少辉就留在公寓内吃 饭菜是从隔壁一家 名气比较大的餐厅 打包回来的 味道还挺好的 吃过晚饭 行少辉与田勺道 昨日我跟工总编 商议了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 都觉得过完年 再改版更好 田勺说道 可以 不过年后 我不会再来 有时发电报 这次回家 他要沉下心来 好好琢磨新的剧情 等回了四 九成 又要忙得跟打仗似的 想到打仗 田勺脑海闪现过 一抹灵光 他觉得自己 好像忘了什么 只是认真想了下 也没落下了什么事 行少辉笑着点了下头 然后说 你这次不赶时间 可以多在港城玩玩看看 现在临近过年 街上很热闹的 田勺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这一年他就跟上了发条了 趁着在港城好好放松几天 晚上裴月给赵小柔打电话 说田勺明早会送东西给他 送东西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田勺要跟安正夜沟通 有裴月跟住 田勺也不打算去证券公司了 不然就凭这家伙的敏锐 肯定能猜测到 所以 田勺是准备在赵小柔 跟安正夜在电话里沟通的 只是 计划赶不上变化 田勺忙完洗漱准备睡觉 裴月敲了他的门 与他说了一件事 小勺 现在西南那边局势很紧张 根据我的推测 怕是要开打了 听到 这话田勺终于想起来了 明年出万元宵 西南那边就开战了 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本家一个堂哥 就牺牲在这场战役中 每次回老家 爷爷都要去这位 本家伯公家做一做 跟这位伯公说会话 田勺看住他 问道 难不成你想去前线 裴月摇头说 就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写了申请 上头也不会批准的 小勋 咱们手头不是有一笔钱吗 我想将这笔钱取出来买药品 田勺疑惑地问道 现在又不是抗战一穷二白 既准备开战药品应该准备齐全了吧 裴月摸了摸 说道 这儿许多药 内地没有 并且要的药效也比内地的好 所以我想弄一批药送去西南田勺 不懂医药的知识 不过现在两滴医疗水准肯定差得挺大的 裴月说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田勺点头道 你想拿这钱去买药品 我没意见 不过 这么大批量的药品 必须找可靠的人购买 再者两地封锁运输也是个问题 这些 咱们要好好陪月说 这是不用担心 我都会安排好的 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只要把钱拿出来就行 其他不用操心了 田勺说 那行吧 咱们明天去证券交易所了 什么 到现在田勺也没准备再隐瞒了 他说 这些钱放银行利息也没多少 我就拿去买股票了 裴月问 那现在还剩多少 田勺说 具体多少不清楚 但二十多万的手续费肯定是赚回来了 裴月暗松了一口气 没亏就好 第五百八十八章 无私的裴月 聊完后 田勺才反应过来 裴月太平静了 好像对他买股票并不惊讶 田勺问 你早猜到我会买股票 裴月摇头道 我又不是神仙 还能掐会算 不过你之前说 钱放住不用就是一堆纸 所以我知道 这钱你一定不会一直放银行的 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买股票 对裴月来说都是投资 都有亏本的风险 没有差别 田勺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裴月很是惊讶地问道 这钱是你的赚的 而且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 我为何会反对 难道在心里 我就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不是说裴月不讲理 而是觉得裴月有些死板 而股票这东西 也带有一些赌博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认为他不赞同 田勺识趣地转移了话题 你准备找谁买药品 裴月也没瞒着他 说 以前的一个朋友 他现在已经成了个帮派投目的心腹 这点事对他来说不难 那你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只是做生意又不是抢地盘 不会有危险的 田勺听到这话 不由想起自己跟邝总说的那个故事 你跟我说说 那段时间你在帮派遇见的事 不管是你还是你朋友 都可以说说 了解多一些 可以写 一本警察坐卧底的漫画故事 那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裴月不愿意提 他起身说 很晚了 你赶紧睡吧 看住 他出去还贴心地将门关上 田勺笑骂了一声呆子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田勺与裴月说道 你去忙你的 等会让远景送我去找小柔就好 裴月说 我先陪你办完事 再去找我朋友 一是不放心田勺 怕包华帽对他不利 二也是想要拿到钱 再去找他朋友 带着钱去谈生意 更稳妥些 那些人都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主 好 赵小柔打开门 看到田勺就忍不住皱了眉头 这才几个月没见 怎么就瘦成这样了 你这些天都没好好吃饭吗 说完 他眼神不善地看住裴月 你这个男友是怎么当的 田勺笑着说 我晚上都要吃一顿夜宵 但每天连轴转吃再多也胖不起来 你也别说他了 他比我还忙 一个月能见到两三面就不错了 说完 他立刻转移话题 小柔 你身上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什么时候买的 赵小柔冷哼一声后 让裴月将东西放在桌上 他自己则拉着田勺进了房间 我还准备咱们一起去证券公司 将钱取出来呢 可裴月跟住这钱就 没法取了 也是他的钱放田勺户头里 只有田勺去了 并且签字才能将钱取出来 不然也不会这般麻烦了 没事 等一下就去证券公司 赵小柔惊讶到 你炒股买黄金期货的事 都告诉他了 田勺摇头说 不是我主动告诉他的 是他想拿了这笔钱买药品 瞒不过了 不过我只说股票的事 黄金期货没告诉他 就这无私的性子 田勺实在不会告诉他 自己有多少钱了 他也不是舍不得 而是前事业总要有启动资本 不然的话 想开漫画公司就得到处找投资 漫画公司是运气好 只要付20%的报酬 而这也是包华帽小瞧他的原因 以后这种好事不可能再有了 赵小柔惊讶到 买一百多万的药品 他要做什么 倒卖吗 田勺知道赵小柔嘴紧 但两边还没开战 他也不敢胡烈烈 他之前还不想处对象结婚 想将这条命奉献给国家呢 这话的意思 连命都可以给国家 又怎么可能干倒卖这种违法的事 赵小柔反应也快 说 要保密不能说 嗯 要保密 所以我也不知道买这么多药品做什么 赵小柔对这些事没兴趣 他拉着田勺去衣帽间 他之前说过要两人穿一样的衣服 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而是真的买了两套一样的学生装 他自己的穿了 现在一套要田勺穿上 白色长袖衬衫配上暗红色格子到西白者裙 赵小柔还贴心的连配着的白色长袜跟球鞋都卖了 这样的衣服 田勺都已经多少年没穿过了 赵小柔推挤着田勺道 赶紧换 不换我不让你出去啊 田勺失笑 说 那你先出去 我不习惯 当住别人的面换衣服 两人从卧室走出来 远景听到声响抬头 这一看眼睛都直了 裴跃也觉得田勺这么一穿特别好看 不过见远景傻乎乎的样子 还是咳嗽两声提醒了 等他回过神来 裴跃问道 我们现在就去证券公司吧 赵小柔问了一声道 不住急 我刚才跟安经理打电话 他现在在外面还要一个小时 才能回证券公司 你们想喝点什么 我给你们拿 田勺笑着说 你问他们 他们一定说不用白开水就好 说完他 走到冰箱前 打开准备拿可乐时 发现里面塞满了食材 仔细一看 有燕窝 花椒 鲍鱼等一堆的食材 除此之外 还放了两瓶酒 田勺没问 反而是赵小柔主动说道 冰箱里的那些东西 都是朋友送的 平日都让阿姨炖给我吃 小勺 与人吃自补品 对身体好 你等会拿些回去补补田勺 可不要占这便宜 我现在还年轻 不用补 等过了三十再补不迟 你也是 早睡早起 然后早晨起来跑步 比吃多少燕窝花椒都有效 得 又被说叫了 田勺问 小柔姐 我托你买的杂志呢 赵小柔最喜欢看的 就是服装杂志 田勺就拜托赵他 帮着收集下这方面的杂志 这些杂志 不仅是给三鸭看的 也为将来开服装厂 做准备的 他不觉得重生就是万能 想要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行 赵小柔从屋子里拖出一箱子 打开后 指住里面的杂志 给田勺道 这是去年跟今年的 前两年的 你若还要 我再找人收集 在岗城 只要 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 这点他觉得还挺好 田勺失笑 说 以前的就不要了 以后的你多买一份 等我明年暑假来了再看 随后 田勺又邀赵小柔 去漫画公司做会计 赵小柔摇头道 这儿做账跟内地不一样 我就不去了 省得担个事 不过 我认识的大姐 她就是这个专业的 她这人很讲原则 嘴也紧 因为得罪了部门经理 被开除 现在在一家小工厂干 你若需要 我可以介绍她去应征 可以第589章卖股票 四个人出门的时候 电话响了 田勺见赵小柔要关门 推了下她道 你不去接电话 我又没上班 不接电话也耽搁不什么事 赵小柔说了 若是包华帽的 到时候就说自己出门没停到 到了证券公司 田勺与赵小柔 进了安正业的办公室 而裴月跟袁景在外面等 袁景有些不放心地说 月哥 嫂子不会有危险吧 裴月摇头说 这个安正业 是港城有名的股票经纪人 身家也有上千万 而且认识不少的富商 一般人威胁不了他 田勺虽出名 但在那些大富商眼中 其实也就小打小闹了 袁景放心了一些 此时 田勺正在与安正业 说他的要求 股票都卖掉 另外期货账户 转出140万来 剩下的200万 他也将自己的要求说了 安正业 见田勺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没有多言 像这种都是主意证的人 并不需要他们的专业建议 所以 他只劝赵小柔 赵小姐 现在国际黄金期货的石头很好 你现在撤出来太可惜了 赵小柔摇头说 我问过朋友了 黄金期货起伏太大了 可能今天 赚100万 明天就亏100万 我这人胆子小 不敢玩 安正业笑着说 赵小姐 你是不相信我的专业吗 赵小柔态度很坚决 表示自己不懂不敢玩 这么大一笔钱 完全可以买一间房子 有了房子 也等于是有了根 安正业 见说服不了他 也就放弃了 按照两人的要求办理 签到账后 田勺又去银行 将赵小柔的钱 转到他的账户上 然后笑着说 我还有几天才回去 要不我陪你去看房子 赵小柔是巴不得了 然后两人打电话给杨经理 陪月拿到钱就去找朋友 袁景则陪着两人去仲介公司 到了那儿 杨经理是非常热情地 将三个人 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田勺可是他的福星 那三个大单子 不止让他得了八千多的提成 公司还额外奖了一千奖金 然后还给他升了值 知道赵小柔的要求 杨经理立即非常细心地 帮他分析 认为他最好买高档的 住宅小区 而不是公寓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住宅社区的住户比较稳定 不像单身公寓租户比较多 赵小柔听了他的分析 觉得很有道理 而且杨经理推荐的两楼 也都还不错 不过此时已经中午了 他也饿了 想看大楼 只能到时候再约时间了 出门的时候 田勺问 为何要推到两日后 下午我可以陪你去看的 赵小柔解释 这是我还没跟包华帽说 我得跟他先说一声 不然他要从别人嘴里 知道这是会生气的 田勺猝了下眉头 没有说话 赵小柔笑着说 你是不是奇怪 他送我首饰包包 为何就不送房子呢 田勺确实有个这样的疑问 不过这属于私人问题 他不会去问的 赵小柔解释道 他不是舍不得 而是觉得房子 就代表了家 他是不可能给我一个家 所以他舍得每个月 给我五万块零用钱 给我买名牌包包跟首饰 却不会给我买房子 就现在的物价 对一般人来说 五万也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田勺却不看在眼里 田勺沉默了下说道 小柔姐 包华帽这种人很理智 谈恋爱不在乎家事背景 只要喜欢就行 但未来的妻子 一定是门当户对的 赵小柔笑着说 我知道 我也没想过嫁给他 他家伯伯叔叔一大堆 堂兄弟姐妹 更是数不清 人多是非多 那些人也个个都成了精 哪是我这种人 应付得来的 真嫁进去 怕是没两年也得离婚 他妈让他抓紧了包华帽 说只要嫁进去 一辈子荣华富贵 他压根没将这话放心里 一般女子嫁进豪门 哪个不是忍气吞声 步步为鉴的 人生再世就几十年 他要开开心心美美的 才不要为一个男人 委屈自己 知道他所想 田勺顿时放心了 下午两人去逛街 田勺买了一身衣服 花了两千多 赵小柔虽然准备买房子 想省住点 但还是没忍住 买了两套衣裳 晚餐去的之前 那家可以看夜景的餐厅 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品尝美食 也是人生一大享受的 晚上 赵小柔跟住田勺 回了公寓 并没回自己的家 回到公寓 已经九点多了 裴月却不在 田勺正担心住了 突然门铃声响起 他赶紧走到门前问道 裴月 是你吗 是我 包华帽 裴月没等住来 却等了这位公子哥 田勺将门打开 就看见脸色难看的包华帽 将人迎进来后 田勺解释道 小柔姐在屋里 这位是我保镖阿景 圆景想着之前田勺说的 他不放心包华帽 坚决不同意他 得保镖进来 包华帽黑住脸进了屋 靠在沙发上时 双手摊开 看住田勺似笑非笑道 行小姐 你明明自己手头有钱开公司 为何还要找我拉投资 田勺很无奈地说 我手头的钱 也就只够买一层楼了 买完楼 还是要拉投资 除此之外 我还希望投资人 能为公司保驾护航 投资 是拉到了 投资人 却一点都不给公司出力 甚至还得提防 他在背后下黑手 哎 不管什么时候 创业都好艰难了 包华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行小姐 你为何突然买黄金期货 你若是能将真实的原因告诉我 你想让我为公司保驾护航 也微微不可 他后来跟安正业吃饭的时候 特意聊了这件事 当时安正业说 田勺好像认定国际黄金期货会涨势的 毫不犹豫就买黄金期货 田勺自不可能说真话了 他说 来港前我做了的梦 梦见了许多蛇围着我 在我们那里 梦见被蛇围着表示心想事成 我就想发财 买黄金期货虽风险大 但收益也高 包华帽笑着说 你觉得我会信 田勺很不客气地说道 你信不信没关系 我信就好 包华帽被噎了下 第590章 有个性的赵小柔 赵小柔洗完澡出来 就看见包华帽有些意外 一边擦头发 一边问道 你不是跟朋友出海去了吗 包华帽有游艇 平日会腰上 三五个朋友出海玩 包华帽的那些朋友 看不上赵小柔 觉得他是捞女 对他态度很差 去了一次后 再不愿去了 他性子觉 包华帽也抢求不了他 说起来包华帽 以前也交过好几个女朋友 都对他百依百顺 可没半年就分手了 赵小柔对他也挺好 但不喜欢的事 就不会去做 即使包华帽威胁他说要分手 他也不愿妥协 这反而挑起了包华帽征服欲 两人恋爱了大半年 都没分的趋势 包华帽见他 全然没将自己当外人 眼神有些深 怕你一个人无聊 就回来了 赵小柔才不信他这鬼话 不过还是要顾全包华帽的面子 他笑着说道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换身衣服 趁着赵小柔回屋换衣服的空档 田巢孝主说 包少 你上次请我跟我未婚夫吃饭 我们还没回请 不知道你明日有时间吗 包华帽说 我明日有事 过几日吧 赵小柔笑着应我 袁警等这人走了 立刻将门反锁了 然后还站在门口 等了好一会儿 包华帽与赵小柔回到公寓 将保镖打发到对面的房子后问道 行安娜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了 包华帽看住赵小柔 说道 赵小柔 还在 装傻 你跟这个行安娜分明是早就认识 并且还很熟 不然不会将钱拿给她买黄金期货 更不会跟她住一屋 两人拍拖也这么长时间 她自问对赵小柔还是有些了解的 赵小柔对人防备心重 但对行安娜好的有些过分 之前我真以为两人性情相投 但两人一起买股票 以及今日的事 让她明白事情没这么简单 包华帽之所以 没发现并不是她傻 相反这人惊得很深 之所以一直没怀疑 只是没将赵小柔放在心上 觉得她傻什么都不懂罢了 赵小柔虽然来港后改了名 但她还是习惯别人叫小柔 拍拖一段时间后 她就将自己原名这事跟包华帽说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包华帽冷着脸道 赵小柔 我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联合外头来算计我 赵小柔反问道 我算计你什么了 是 安娜是我介绍给你的 是你自己贪心 想要安娜给你卖命 签了那么多一份合约 若你心不这么黑 至少可以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包华帽沉着脸 说道 到现在 你还是不愿意将 邢安娜真实的身份告诉我 赵小柔冷哼一声说道 邢安娜这名字是假的 她的真名叫田勺 我们以前是同事 今日田勺就与她说 若是包华帽问起她的事 如实说不用瞒着 不然的话 她是不会将田勺的底给露出来的 包华帽脸色一变 同事 那岂不是表示 邢安娜也是大陆来的 她是大陆妹 你别是哄我 这话 赵小柔就不爱听了 嘲讽道 怎么 大陆的姑娘在你心中 就该是穿得破破烂烂未缩 尚不得台面 可惜让你失望了 小韶并不比港城那些富家千金差 这点包华帽承认 但她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她为什么能来港城开漫画公司 赵小柔知道原因 但她不会告诉包华帽 这个我不清楚 但小韶说 内地现在准备发展经济 若是你去内地投资 到时候肯定能赚得波满盘满 在包华帽的印象之中 内陆又穷又脏还落后 去那投资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了 赵小柔看她神色 就知道没将这话放心里了 她也不愿意再费唇舌 反正包华帽不缺钱用 少赚点也不影响 天韶跟那个赵尼在内地是什么身份 这个赵小柔没瞒着 说小韶是大学生 赵尼是公安的一位领导 相当于港城警察局这边的总督察 包华帽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你莫不是骗我 他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他 可是上过战场的 而且家里背景也硬 包华帽明白了 这是个有能力又有靠山的 莫怪能爬这么快 不过两岸又不通 赵尼官再大 他也没放在眼里 你为何会将钱给行安娜 买黄金期货 将田韶 的底都漏了 赵小柔也就不再藏着捏住了 小韶第二次来港之前 梦见蛇围着他 他觉得是好兆头能发财 他这人直觉一向准 正好我想买房子又没钱 就跟住头了 他可 不敢说田韶运气好 所以想磨一波财气 他跟包华帽拍拖大半年 知道这些有钱人家 很信这些 让包华帽知道 谁知道会不会打小韶的主意 港城那些有钱人 是讲究门当户对 但运气特别好 或是有望夫运的姑娘 也深受豪门欢迎的 你既然相信他 为何不跟住买了 赵小柔还是那句话 他想买房子 黄金期货风险太大 万一亏了房子就泡汤了 包华帽确实来了兴趣 说 我给你凑满一百万 你跟住他买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运气真这么好 你想做什么 包华帽说 若他运气真这么好 我就信他的判断 去大陆投资 赵小柔不愿意 他要拿着钱买楼 包华帽不明白 他为何这般执着买楼 租房不好吗 在这儿住腻了 到时候再换一个地方 还能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还真是公子哥 一点都不知道 普通人的苦 赵小柔毫不客气地说 若是我以后付不起房租 到时候被房东扫地出门 就得流落街头 可若是有自己的房子 哪怕再产也有个容身的地方 包华帽看住他 说 有我在 你怕什么 赵小柔也没跟他吵 只是提了的条件 若是钱都赔光了 你就将这套公寓买下来送我 若是赚了 属于我的那一份 给给我 包华帽似笑非笑道 我发现你自跟邢安娜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以前虽有脾气 但却不敢跟他提条件 小勺说过 若我以后无处可去 可以住他那儿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赵小柔非常信任邢安娜了 第591章 防患于未然 田勺等到半夜12点 陪月还没回来 他非常担心 晚上躺床上小半天 也睡不住 钱粹爬起来 写漫画的剧情 弄到下半夜 三点多才上床 这次累极了 倒床上就睡住了 然后生理中 很准6点1到就醒了 赵小柔找过来的时候 看田勺神色不对 问道 怎么了 陪月昨晚没回来 赵小柔想着 田勺昨日说的那些话 他将人拉进房间 问道 陪月找谁买药品了 不知道赵小柔 顿时佩服他了 说道 你都不知道 他找谁买药品 又用到什么地方去 就将这么大一笔钱给他 田勺沉默了下说 这一百多万的钱 是见不得光的 所以在内地 我一直不敢动 现在陪月拿去买药品 等将来事情泄露出去 上头来查也不怕了 这也算是防范于未然 他已经进入不少任的视线了 那些眼红他的人 一旦细查 保不准事情就泄露了 不过钱捐了没为自己谋私利 利用这点应该可以脱身 赵小柔觉得 他是被陪月带沟里去 一百多万啊 就算在港城都是一笔巨款 更别说内地了 你们将药品弄回去 上头不会查药品的来源 这一查 你不就露馨了 田勺也想过了这个问题 他说 不会 我相信陪月能处理好这件事 不会让我暴露的 赵小柔劝眉 这么乐观 前些年夫妻 父子 兄弟互相背叛的比比皆是 他抓着田勺的手说 小勺 你就留在港城 别回去了 国内真的太危险了 在 这儿做生意赚了钱 大家夸你有本事 可在国内做生意 却是投机倒把 被抓了 轻则农场改造 重则坐牢 他觉得 以田勺的经济头脑 留在港城 很快就能成为富婆了 没必要再回去冒险 田勺摇头道 我家人都在内地 再者也不可能 丢了陪月不要吧 我也就前这么一件 出格的事 又还将钱都捐出来了 应该不会追责的 只要瞒过这几年 等政策彻底放开 能做生意 这事就算被人翻出来 也不怕熬了 万一开出学籍呢 田勺笑着说 那张大学文凭 有事锦上添花 没有也影响不到我 还有的没说 几本漫画的版权 都在他的手里 凭这个 他这辈子都不会缺钱用 赵小柔知道劝不通 就转移了话题 将包华帽 要他干的是说了 小勺 钱我已经转到你账户了 还得你陪我去一趟 证券公司了 怕田 勺不同意 赵小柔说 小勺 包华帽这人最爱面子 若是这次 他跟住炒黄金赚了钱 让他脸上有光 以后你要买药品 或机器设备 直接找他就好 当然 不可能白帮忙 得让他赚钱 田勺知道 赵小柔不关心这些 现在为了他想的这么多 这份心意很难得 小柔姐 谢谢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 你有事吗 没事 咱们现在就去证券 公司 这次他们是搭计乘车去的 在路上赵小柔的BB机响了 从包包里取出BB机 看完以后 赵小柔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田勺关切地问 是包华帽夸你 赵小柔苦笑一声 不是 是我妈 估计又没钱 找我要钱呢 田勺知道赵小柔的性子 看起来冷冷的 但其实很重情 所以生活费肯定给的足足的 你妈是不是赌钱啊 这赌钱是个无底洞 给多少都填补了 赵小柔点头道 是 她一直都喜欢 赌钱 只是以前玩的小 这半年赌得越来越大 没钱还去借高利贷 我不想管的 但催债的人都跑到家里来了 田勺皱着眉头说 你每次都帮她还债 那些赌场的人 会引她赌得更大 到时候欠的就越多 小柔姐 你这样做不仅害了你妈 还将自己拖入深渊 小柔姐 听我的 你这BB机也别用啊 然后公寓也不要回了 赵小柔有些纠结 田勺知道她怕赵母有个好歹 宽慰道 放心吧 有你男友在 他们不敢要你妈的命 最多就是让她吃点苦 你妈吃了苦知道怕了 你也不给她踩屁股 她以后也不敢再赌钱了 你不听我的 到时候没人撑腰 被拖死后悔都没得找去 港城有个女明星的母亲那是 出了名的烂赌 女明星不管赚多少钱 都给填不满那无底洞 后来实在撑不下去 她宣布断绝母女关系 赌场眼见钱收不回来 也就不接她妈了 后来日子也归于平静了 赵小柔苦笑了一声说 来港之前我就盯我 要我照顾好好我妈 田勺很直接地说 现在你跟 包包少在拍拖 哪怕你妈欠下巨款也没人动你 可若以后没人护着那些人 就打伤她的主意了 小柔姐 你忘记你妈邻居的女儿了 赵小柔打来的冷战 若是落到那种地步 她宁愿去死 我听你的 不管她了 在证券公司将事情办好后 田勺因为记挂培月 也没心思逛街 不过没逛街 却去了港城最大书店 买了三十多本书 这些书都是英文版的 赵小柔也学了大半年的英语 她认真学进展神速 看了封面 赵小柔问道 你买犯罪心理学 跟行政心理学这些书 也就算了 怎么连航空机械动力学的书 也买上了 难不成你不学经济 要转系去学航空 田勺笑眯眯地说 给我小妹买的 她以后准备考航泰航空大学 赵小柔知道 六鸭是个小天才 文言犹豫了下说道 小勺 你想六鸭以后 在航空方面有所成就 最好是送她出过国留学 留在国内会耽搁她的远景文言 眉头皱得紧紧的 田勺笑了下说 我家六鸭大学一定在国内念 等本课毕业后去国外朔博 学成归来再回来报校祖国 至于说六鸭会不会回来 六鸭那么念家的人 外国科研环境再好 她也不会眷念 赵小柔有些感叹 原来田勺早对六鸭的未来 做了规划 你五个妹妹都愿意听你的话 我妹妹只听我妈的话 让他们好好念书 都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她 妹还想掉金归宴 自己找不住就哀求她帮介绍 气得她一口气 差点没传过来 她会跟包华帽拍拖 虽说也有找靠山的想法 但也是真的喜欢她 第592章时程 第二天晚上 裴悦回来了 田勺看到她 从头看到脚 紧张地问道 你没有受伤吧 裴悦摸了下她的头 笑着我去试谈生意 又不会去钱价 受什么伤 真的没受伤 裴悦宽慰 真没有 药品的事已经弄好了 交了一半的定金 等明日我找邢少辉 她到时候会送回内地 田勺 抱着她 有些后怕地说 吓死了 以后晚上一定要回来 远景摸了下鼻子 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回了房间 她也没多想 毕竟两人都过了明路 就差那张结婚证了 抱抱也没啥 嗯 就是弄得她也想娶媳妇了 田勺平静下来后 推开她后问道 你吃饭没有 没有的话 让远景给你去买 裴悦刚在楼下吃过了 她拉住田勺坐下后道 这边的事都处理好了 明日见过行书以后 咱们可以回去了 田勺不愿意了 从过岗到现在 一直忙都没喘一口气 她想明天逛逛买些东西再回家 裴悦没有反对 只是说 那咱们后日回去 小勺 离过年也就六天了 咱们还要在省城留两天 要再耽搁 可能得大年三十才能住家了 田勺才不会被她忽悠 笑着说 杨城到江省一天时间就到了 在江省歇一天 咱们也可以在腊月二十八到家了 说服不了她 裴悦第二天 老老实地陪住田勺逛街了 看着她跟赵小柔两人一家家店逛过去 乐此不疲的 她真不能理解这有啥逛的 经过一家男装店 田勺给裴悦挑了大衣 穿在身上几个女售货员的眼睛都直了 可惜裴悦看到标价一千二不愿意要 就算售货员说打六折都不愿要 白费了田勺一番心意 这次逛街田勺是背住相机的 一边逛一边拍照 不单单是拍她跟赵小柔 也拍路人 特别是穿得漂亮的女人 裴悦问 你拍什么 田勺解释 多出来逛逛才能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趋势 这样到时候 我也才能给漫画人物画漂亮时尚的衣服 裴悦一听 立刻说 那回了四九城 我带你多逛逛 田勺对逛四九城的商店 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逛街就算了 你有时间咱们去看看故宫爬爬长城 一整年都忙得不停 都还没去长城看看 等天气暖和了 我带你去 赵小柔看两人贴在一块窃窃私语 有些羡慕 包华猫这人很傲气 总要顺住他哄住他 对方要高兴了 就买衣服买包包鲜花 惹得他不高兴了 十天半个月见不到面也联系不到 之前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他不想继续了 没什么意思 田勺看着他在发呆 说小柔姐是不是担心你妈 我们明日就回去了 短时间不会再过来 这段时间你暂时住我那儿吧 昨日赵小柔跟包华猫约会去了 之后田勺也就没再问了 不过显然是没回公寓了 赵小柔没犹豫 说 好 我妈现在肯定在那守着 等会去买些洗漱用品 买完东西一行人就回了公寓 逛了大半天都累了 赵小柔与田勺 两人一起睡午觉 等赵小柔醒来身边已经没了人 他出了房子 看见田勺正在桌前画东西 走过去赵小柔就发现 他画的是衣服 套装跟裙子都有 而且还都是今天所看到的 你画这些做什么 见田勺没反应还想再说 赵小柔就知道他投入 其中就没再打扰他了 倒了一杯水准备回房 裴月叫住了他 裴月将洗好的车离子 与葡萄地给他 说拿进去吃吧 赵小柔都有些不习惯 笑着说 谢谢 晚上两人上床睡觉的时候 赵小柔突然说 小勺 我想跟包华帽分手 田勺吓得坐了起来 问道 怎么了 包华帽在外面有情况啊 赵小柔神色一顿 说道 不是 他这人虽花心 但不会脚踏几船 只是我有些厌烦 也因为花用他的钱 我总感觉那不是男朋友 而是老板 包华帽一点都不尊重赵小柔 若在之前田勺是希望他分的 但现在想法却不同 见田勺没说话 赵小柔苦笑一声道 小勺 虽说我们是在拍拖 但他朋友将我当玩物 有次聚会 他一个朋友调戏我 他知道后 只让我远离那人 若是换成你 裴月一定会将对方暴揍一顿 这话还真说对了 头次来港 那纹身难盯住他看 就被裴月打了个半死 赵小柔说 以前 我想分手但没勇气 怕没有靠山容易被人骚扰 不过现在我不怕了 以前是怕没靠山 被那些帮派 或者地痞流氓盯上 到时候落到 下三滥的地方 现在田勺的漫画公司 已经站稳脚跟 他有了靠山也不怕了 田勺沉吟了片刻后说 等钱拿到手再分 不然太亏了 赵小柔也是这么想 他小声问道 你 那钱 到期就出来不再买了吧 田勺知道赵小柔 是想钱转出来就分手 他摇头道 我这钱没那么快拿出来的 等到期我还要继续买进的 而且小柔姐 就算钱转出来 我也不建议你将钱都拿出来 虽然赵小柔说不管了 但他妈真的被帮派的人抓了威胁他 田勺不信他会不管 而这 也是他不希望赵小柔现在分手的原因 赵小柔也不傻 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他问道 你就这么确定能赚 田勺点头道 我觉得 今年我的财运会特别好 他知道今年黄金期货是一路涨的 至于明年他就不大清楚了 所以准备年底出来 在里面滚几圈 以后想做什么都不担心资金不够了 赵小柔文言笑骂道 你的财运什么不好过 算了 你一向有主意的人 但这玩意真的很吓人 差不多就行了 就刚认识那会 田勺还穷哈哈 需要别人 接济 但后来他又是倒卖服装设计稿 跟写书再不差钱了 田勺玩耳 说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第593章出境陪家 田勺这次在港又买了两大箱子的东西 两个旅行袋也装得满满的 而陪月跟远景两人都一个背包玩世 这次陪月没说他 因为两箱装的都是书 有漫画书 服装杂志跟专业书 两大箱子也没邮寄 而是由远景带回寺 九城 田勺在港城身份特殊需要保护 但在内地他只是个大学生 没人对付他 有陪月陪着足够了 田勺与陪月两人在江省车站下车 哪怕穿上了羊绒妮子大衣 下火车时还是打了个哆嗦 真的 从港城回到这儿 真正的是两重天 也就现在港城没回归往来不方便 不然的话 他直接将父母接到港城过年了 嗯 以后两地往来方便 冬天还是去阳城或是港城过冬 大箱都被远景带回寺 九城了 两个袋子都陪月提着 两人先在百货商场旁的招待所要了两间房 将行李放下又去百货商场买了点卖乳筋跟糖果之类的东西 至于水果 富士品店是有的 但太贵 田勺可舍不得 提了东西 两人就去了契配厂家属院 陪月身体好不怕冷 就穿着一身厚厚的中山装 田勺则不一样 上身是涂色羊绒大衣里面配着白色高领毛衣 脚上是高跟马丁靴 这么一穿时髦又洋气 寒冬腊月的大家没事也卧在家里 院子外头只有玩耍的小孩没有大人 小孩子都体热不怕老 玩得乐乎 那些男孩看到陪月他们 看了一眼就低下头眉里了 要穿得破破烂烂还会心生警惕 可穿得这么好一看就是有钱人 十有八九是来找亲戚的 两人上楼的时候 正巧一个年轻的姑娘从上面下来 这女孩看到陪月有些惊讶 问道 月哥 你回来过年了 前两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以为她不会再回来了 陪月摇头道 不是 就回来看一下我爸 说完 给田勺做了介绍 狐狸看到田勺那眼睛都舍不得移开了 这衣服 这裤子 这鞋子 她都是第一次见 嫂子 你这衣服可真漂亮 田勺觉得这女孩不会说话 正常都夸衣服好看了 但还是笑着道了谢 狐狸见她态度很温和 不由看向她身上的大衣 嫂子 你这衣服是在百货大楼吗 田勺摇头道 不是 是 我朋友从港城给我带回来的 这衣服是赵小柔有次逛街的时候见到 觉得田勺一定会喜欢买了 事实证明 田勺确实很喜欢 而且穿上以后特别显气质 当然 价钱也很美丽 狐狸听到这话演起息鼓了 原本还想要是两三百 咬咬牙也买一件来穿 但港城 算了 别说没这渠道 就是有也舍不得买了 分开以后狐狸不去买东西了 反而跑回家跟她妈说了这件事 妈 你是不知道 岳哥的对象好漂亮 比电影里的那些女明星还好看 狐妈惊讶不已 问 真的 狐狸很是比一道 我骗你做什么 嫂子不仅长得漂亮 瞧着脾气也很好了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坏 说嫂嫂是乡下村姑 粗俗不懂理 狐妈擦了下手 将身上的围兜取下来后 串门子去了 开门的是裴家帽 看到裴月 她高兴得不行 大哥 你回来了 爸 妈 大哥回来了 说完 赶紧将人迎来 也因为裴月 人高马大的 将田巢遮住了 等她走屋 裴家帽才看到 后头有个人 裴家帽看到田巢 舌头都打结了 你 你是 裴月面无表情地说 这是田巢 我对象 你叫嫂子就好 田巢白了她眼笑道 还没结婚呢 喊什么大嫂 裴家帽 还是比较机灵 顺着裴月的话说道 嫂嫂 嫂嫂快进来 爸 妈 大哥带了嫂子回来了 因为他这一嗓子 不止裴雪海 跟王洪分到了客厅 就连裴家德跟裴笑笑 也都从屋里出来了 裴家德看到裴月 旁若仇人似的 喊道 你来做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给我出去 裴月脸沉了下来 田巢吃笑了一声 拉着裴月的手说 阿月 走 咱们回家去 裴月心头微暖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 放到桌前 与裴雪海盗 爸 我也没买什么 这里面是六十块钱 你拿去买些营养品 养老钱 他每个月都有寄的 这是给他过年的钱 裴雪海倒是没呵斥田巢 只是叹了口气道 裴月 家德年岁小 不会说话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 田巢很不屑 还孩子 在现在十五岁孩子都顶门 利户了 裴月摇头道 不了 我们还要赶车回去呢 王洪分见他们两人 转身就走 声音陡然打了 裴月 你就这么丢下你爸 不管跟这个女人走了 你爸寒心如苦将你养大 你就这么对他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田巢沉着脸说道 寒心如苦将裴月养大 你们怎么又脸说这话 从伯母病逝后 伯父十天半月都见不到人 裴月三餐都靠食堂 你过门了 他连食堂的饭都吃不上 只能鸡一顿饱一顿 不等王洪分开口 田巢盯着王洪分说 你不就想拴住裴月 让他给你三个儿女 当牛做马吗 裴月不愿意 你就在外面败坏他的名声 还打电话 到他们单位污蔑他 裴月时的大男人 不跟你计较 我却容不得你们 这么欺负他 王洪分心头一喊 他早知道田巢是个厉害的 却没想到 竟这般有恃无恐 不但没将他放在眼里 连老裴都无事 不过 他也有自己的武器 王洪分的眼泪刷刷的落 一边哭 一边说着自己做后娘的不义 还说都是裴月误会他 裴雪海本来是 不管裴月娶谁的 只要他准时给老钱就好 但看到王洪分哭了 他就不忍了 裴月 你是想气死我吗 裴月看住 裴雪海 问道 我工作忙没时间回来 你们打电话到我领导那 说我不笑 我现在带了对象回来 你小儿子 只住我的鼻子让我滚 你不责骂他 还让我不要计较 左右都是错 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你也保重好身体 田勺看住王洪分 面无表情地说 若是我在听到 对裴月不利的谣言 后果不是你承受的 虽然以前裴月也说过这话 但王洪分却不怕 但 现在他心头却有些慌 第594章 闸堆怀孕 田勺出门时 特意酝酿了下情绪 走出门就开始掉眼泪 到了楼下 就被一个身材壮硕的婶子 拦住了去路 这大婶子 关切地问 小月 这是怎么了 刚回来就走 还惹得你对象 这般伤心 面上关心 言语之中 却全都是八卦 裴月摇头表示没什么 田勺却不乐意 就这样走了 不然那女人 还不知道要编什么 她一边哭 一边说 阿姨 我们刚进门 他们就赶我们走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次就被人赶 喝 演戏 谁不会啊 裴月文言愧疚地说 小韶 对不起 田勺带着哭腔道 我不怪你 但我以后是不会再来了 说完 这话田勺拎着包往外跑去 月培不知道他在做戏 以为是真的气住了 赶紧追上去 两人很快就消失在家属院 一直到上了公车 田勺才擦了眼泪 裴月这回是真的很内疚 他说 小韶 对不起 我不该带你去的 哪怕是做戏 但哭是真的 导致 田勺说话时 声音还有些哽咽 这趟肯定要走的 不然别人编排的 就是我们了 可是我们去了 被赶出来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见裴月还要再说 田勺摆摆手道 行了 咱别为这些 垃圾影响心情 李鸿星帮了我许多忙 咱们回招待所 拿了东西去拜访 他 还想跟李鸿星打好关系 虽他以后不会在这儿 但父母跟亲戚都在永宁县 这关系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用上网 好 裴月跟田勺来去匆匆 但因为田勺领走前的一番话 让王洪芬的名声更臭了 张建和的妈听到传闻 还特意找狐狸的母亲证实 知道是真的就站在家属楼下骂 这回她是指名道姓的骂 王洪芬气得都快要爆炸了 她下楼怒吼道 我们没有赶他们走 是他们胡编乱造 那女的就不是好东西 故意来挑拨离间 狐妈扬声说 可 那女孩说这话的时候 裴月跟她道歉了 裴月这孩子 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她从来没说过假话 裴月小时候是很顽劣 但丁是丁 莽是莽 从来没骗过人 相较于人前人后 两张脸的王洪芬 众人自然是相信裴月了 张母插住腰骂了 不止骂王洪芬 还骂裴雪海 一直到裴家冒出来说 裴雪海不舒服 张母这才愤愤不平地回家 张父有些埋怨道 这人家的事你管什么 张母白了她一眼 说道 裴月跟她媳妇 帮了咱建合这么多 我哪能让他们这么败坏 裴月两口子的名声 张父却没这么乐观 说 闹成这样 谁知道婚事会不会成 身为过来人 张母笃定地说 放心 只要那女孩不傻 这婚事就一定成 这王洪芬虽然不要脸 但又不是亲婆婆 婚后又不住一块 没有婆婆刁难 也没有着理挑拨离间 裴月又那么优秀 这样好的丈夫拿找去 张父想着妻子跟 老娘大嫂之间的矛盾 非常时趣地止住了话题 田勺打听到李洪芬的家 看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的面孔 她笑着问道 阿姨 请问 这儿住的是蓝履的是李洪芬吗 我叫田勺 是李洪芬的朋友 阿姨 一听田勺的名字 立刻将两人迎进了屋 给他们倒了水后道 田同志 洪芬在屋里睡觉 我这就去叫他 裴月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这才四点不去上班 在家睡觉 这工作态度实在不可取 李洪芬被叫醒 本来还不高兴 听到田勺来了 立刻爬起来 就在他要出房门的时候 阿姨说 洪芬 田勺姑娘的对象也来了 你还是换身衣服再出去吧 何止要换衣服 李洪芬还梳洗一番 将头发重新弄 过 等到客厅 李洪芬看到田勺时震惊得不行 你 田勺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以前田勺总穿得灰扑扑的 就算长得漂亮 也被穿住拉低了颜值 但现在这么一打扮 他站旁边都变成丑小鸭了 田勺笑着说 还是跟以前一样 李洪芬坐到他身边 摸了下他的衣服问道 你这衣服什么布料 摸起来好柔软啊 杨蓉的 朋友从 港城带回来的 李洪芬是识货的 说 你这衣服得大几百吧 田勺倒是没瞒着他 笑着说 衣服标价是一千二 不过我朋友是熟客 所以给了八折的优惠 到手九百六 李洪芬倒吸一口气 说 九百六 你可真舍得啊 他妈还说败家 他最贵的衣服 也才两百多 哪像田勺一件衣服 就进签了 不过这衣服摸着 真的好舒服 比他所有衣服 加起来都要柔软 田勺笑道 洪芬姐 你若是喜欢 等我朋友明年再去港城 我托他帮你买一件 李洪芬很想买 但最后还是摇头道 太贵了 买不起 这还不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 穿得这么太张扬 到时候落入有心人眼中 会给丈夫带去麻烦的 以前李洪芬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婚后刚开始也没改 只是后来有闲言碎语 被他扑不好一顿说 怕影响楚明郡的仕途 他才开始低调起来 田勺跳过这个话题 笑着说 洪芬姐 上个月接到爱华姐的信 说她怀孕了 算下已经两个多月了 李洪芬闻言 忍不住摸着肚子 笑了起来 说起来也巧 我也怀孕两个多月 跟她前后时间 还有 我大嫂跟二嫂也都怀孕了 啊 怎么怀孕还闸堆呢 田勺压住心头的疑惑 笑了说 那可真是大喜事 叔叔阿姨肯定洗得合不拢嘴了 李洪芬可一点欢喜都没有 苦住脸说道 我儿子还小 本来准备过两年再生 只是有风声说国家马上不让生了 没办法 只能赶紧生一个 不然家里就一个孩子太少了 他身材刚恢复又怀孕 唉 只能等生完小孩再减肥了 只是想着减肥的过程 李洪芬顿绝生无可恋 唉 若不是婆家人跟娘家人都在催 他真的不想再生了 第595章隐忧 李洪芬拉着田勺 好奇地询问了他大学的生活 以及四九成的名胜古迹 一年大学生活就是学习跟画画 至于四九成的名胜古迹都还没去 田勺笑着说 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就去过了大闸篮跟前门大街 等我明年去了故宫跟长城 到时候将照片寄给你 李洪芬笑着印下了 然后 说道 还是你好 考取四九成不但可以随时去看长城故宫 还有朋友带岗城的时髦货 不像我们 嫁人后就工作跟孩子 当初迫不及待想要嫁人 可 嫁人后开启婚后生活 他却开始后悔了 结婚后就三件事 工作 孩子 丈夫 他还算好 至少请了人帮忙带孩子做家事 没那么累 许多女同志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但就是如此 每次照镜子看着不负苗条的身段 心里总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田巢宽慰他说 都要走这一遭的 我大学毕业后也要结婚 到时候有了孩子 也是过着柴米油盐醋生活 李洪芬说 可你到底是看了许多风景 认识认识认识许多的朋友 不像我 算了 不提了 晚上你们在这吃饭 田巢婉言拒绝了 说 陪月跟她的发小约好了 晚上一起聚餐 等下次吧 李洪芬有些遗憾 聊了一会 两人就走了 出门以后 田巢有些感慨地说到 洪芬姐以前当姑娘的时候 那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 身段也一双手能握住 可这才三年 皮肤暗黄腰也错了很多 这女人啊 生孩子的代价真的很大 以至后来有些女人 为了事业都不敢要孩子 陪月在心里斟酌了一番说道 她现在是孕妇 状态肯定没以前好了 等生完孩子后 会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这话 也就哄哄小姑娘了 田巢说这话是有目的的 她说 陪月 我现在想要好好发展事业 孩子的事不考虑 陪月惊了下 问道 你不想生孩子 田 少也不是不想要孩子 只是她想先干事业 陪月 港城的公司 现在已经站稳脚跟了 但这远远不够 我想明年去 樱花国开分公司 孩子的事 二十五岁以后再说吧 据说三十岁以后生孩子 恢复没那么快 所以在此之前 争取将孩子生了吧 当然 只是初步打算 也许会有改变 陪月暗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是田巢只要事业 不要小孩 嗯 晚几年生倒没事 现在她也很忙 故能顾及不到家里了 樱花国开漫画公司 这是怕不容易 田巢想法却不一样 说道 前两个月 咱们不是还播放了一部 樱花国的电影了 这证明两家现在开始建交了 既如此 那咱们自然可以去那边开公司 陪月沉默了一下说 你想试试 那就试试吧 不过在没做好准备之前 先别对外说 省得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到现在为止 田巢也只跟陪月说这话了 晚上邀请了张建和跟游泳 结果只张建和一个人来 当他看到田巢时 笑着说 嫂子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 他也看过 许多女孩穿泥子大衣 但却没有一个像田巢穿的这般好看 可惜月哥穿着太拉胯下了 等他坐下来后 陪月猝着眉头问道 怎么游泳没来 张建和本来不想说 但他知道这事避不过 我千丁万主 让他不要把赚钱的事 告诉其他人 他口头上答应得好好 转头被他妈一逼问 就什么都说了 游泳也不是自愿告诉他妈 而是被他妈灌醉 套了话去 田巢心头一凉 说起这件事 张建和就一肚子的火 我之前给了他两千 剩下的准备慢慢给他 结果游泳妈知道这事后 就来找我要钱 我不想将是闹大 又给了三千 还有五千 要等事情平息后再给 他是怕钱都给了 这一家子花钱没截至 到时候栽货临门 但就算如此 对方还是不安 田巢脸色一下难看了 这钱本来就是要分给游泳的 游泳母亲来要也正常 就怕突然报复把持得住 一旦被有心人盯上举报 到时候拔萝卜带坑 会将他扯出来 陪月说 张建和 你有没有将这事的严重性 告诉游泳跟他妈 张建和都快要气死了 他说 说了 他们承诺 绝不告诉外人 但是 游泳妈拿了钱的第二个月 就给游泳乡了个媳妇 给了六百块钱彩礼 缝纫机 手表 自行车全都置办齐全 再这样下去 这是铁定瞒不住了 说到这里 张建和道 月哥 嫂子 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 那些钱也都成烫手山芋了 月哥 嫂子 这钱你们到时候带走吧 田勺沉着脸说 一旦踏 出事 我们还能逃得过吗 张建和盲解释道 嫂子放心 游泳只是跟他妈说 这钱是跟我做生意赚的 并没说做什么生意 更没提到你们 事后 我也跟他说了 不许提你们 要不然 不用你们动手 我先弄死他跟他妈 这次他真被弃住了 千叮万主 还是将是说出去 他当时真的后悔 早知道就自己去找田勺 而不是让游泳去了 事情已经这样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量不将裴月 跟田勺牵扯进来 事情一旦暴露 他们被抓了 裴月跟田勺在外头 一定会帮忙打电 以后出来也有后路 但若是连裴月 跟田勺都牵连进来 到时候不仅会获重罪 这辈子也完了 裴月神色很平静 说道 那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些审查的人 一个比一个精 一旦落到他们手里 游泳是肯定扛不住的 张建和还真不怕 他说 月哥放心 游泳最孝顺了 为了他妈不敢乱说的 裴月自己就是前这一行的 根本不会像张建和 这样抱侥幸心理 他 沉着脸说 落到他们手里 总有办法让犯人招供的 过完年 你就寻个机会去公差 然后离开江省去港城 田勺惊了下来 裴月竟提议张建和偷渡去 港城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过来 裴月这是为了保护他 张建和面露挣扎之色 第596章到家 裴月知道张建和的七寸在哪里 他说 你若是不去 一旦被抓就得坐楼 不仅你自己名声扫地 伯父伯母也要矮人半截 就是你女儿 也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 张建和闻言苦住脸说 月哥 我也想过逃去港城 还找了中间人 对方有路子 说只要我交三千块 包我平安过去 只是我舍得不我爸妈 这一去可能这辈子都见不上了 他都还没好好孝顺父母 真狠不下心丢下父母不管逃出去 因为游泳的妈嘴不饶人 得罪过了不少人 他们现在这般高调 张建和这些日子是寝食难安 就怕哪日出事了 也是如此 他也想为自己找退路 只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一想到这辈子见不到父母 他就下不了决心 田韶听到他的顾虑 笑着说 现在倒卖资料书被查出来是重罪 不过以后政策越来越宽松 过个五六年 这压根就不是个事 张建和不信弟 问道 我嫂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 田韶说 我骗你做什么 与其留在这儿担心受怕 不如离开去港城 在那儿待个五六年再回来 不过这是要做的隐秘 得让人认为你是出事 而不是逃跑 张建 和点了点头 犹豫了下 又道 嫂子 我听说那很乱 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 言语也不通 到时候可能被害死了 都没人收拾 人离相见 真要去港城重重顾虑 田韶说 这好办 我有个朋友在港城 你到了那儿可以找他 你先听他的安排 其他的等我到港城后再说 张建和一听惊地站起来 坐下后压低声音说 嫂子 你跟月哥都没有露面 这些事都是我经办的 只要我不在 就算是游泳 敢咬出你们 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 你没必要也逃走 只有活不下去 或像他这样有危险的 才会想着逃出去 但田韶不一样 他是精大的学生 前途光明 只要他离开 也追究不到两人身上 田韶笑了下说 我不是逃去港城 而是去那边办事的 具体的以后会告诉你 我跟你两个地址 你先去找我朋友 万一找不住 他就再去找另外一个人 只要报我的名 然后告诉我们的关系就行 张建和疑惑 去港城办什么事 怎么听着那么奇幻呢 田韶递了纸笔给他 说 我将名字跟地址报给你 你不能写字 不然落入别人手中就麻烦了 张建和明白了 这就是说要用独特的职能塔 看懂他的方法记了 嫂子你说 我写下来 等我将他背的滚瓜烂书后 就烧掉好田韶等他将两个地址写完 然后说道 到了那边 第一要尽快学会说粤语 第二多结交一些朋友 这些人必须是做正经工作的人 倒卖资料书落下这么多后患 田韶虽不后悔 但却怕牵连培阅 所以这种事 他是再不会做了 张建和心头许多问题 但他什么都没问 嫂子这么大本事听从吩咐就是了 嫂子 我手头的这些钱也带不去港城 多给你们用吧 裴悦沉默了下后 说道 过完年 你就出外差 办到转区四九城 将钱交给徐坤 主要是徐坤废品收购站的 接触的人多而杂 张建和去找他也不会 显得太突兀 裴悦将徐坤的地址告诉他 然后说 钱给徐坤后 你去找郭新 花钱让他给你弄个假身份 你急住这个身份去扬城 然后再转到去港城 换了身份偷渡 那些人再想找张建和就难了 这个贝爷能量大 想透过他们找人 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吃过饭张建和就回去了 原先害怕到港城无法立足 现在有田勺兜底 他只要平安到达港城就不愁了 不过在离开前 还是得做下准备 田勺与裴悦 对不起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裴悦摇头说 这事是我的问题 我没想到他竟会找游泳 现在游泳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 危险系数就更高了 建和去港城对你我都好 现在不比之前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抓人 不过这也是治标不治本 他想要彻底解决这事 这样以后也不用再担心影响到田勺了 田勺不知道他所想 点头道 走吧 咱回去休息 明日还得早起赶车呢 好 裴悦文言孝主说 我已经联络好了 明日有车送 我们 回去 想着上次坐小车子 吐得稀里哗啦 田勺就头大 不过想着 现在过年人一定很多 有专车不用跟人挤 不舒服也忍了 还好这次裴悦弄来的是一辆吉普车 虽有些颠簸 但田勺没运车更没吐 两个人先去了惠山街的房子 发现铁将军把门 田勺问了邻居 才知道一家子都回去了 至于二压 田勺知道他搬去家属楼了 于是 两人又坐车回了田家村 到了村口 裴悦与司机道谢后 就提着两个行李袋 与田勺朝着村里走去 因为刚下过雪 地上坑坑洞洞 很不好走 走到枝凡叶茂的大张树下 田勺笑眯眯地说道 这张树我爸说 有一百多岁了 是咱们田家村的老祖宗了 裴悦 你跟咱老祖宗打个招呼 裴悦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一到家就跟个孩子似的 你这是搞封建迷信 要不得 田勺觉得他真的很无趣 大姐 大姐 田勺转过头 就看见穿得跟粽子似的六丫 一年没见 这孩子长了很多 因为刚才田勺跟裴悦是被对住 六丫只是试探性地喊了两句 却没想到竟真是田勺 他冲过来抱住田勺 说 大姐 大姐 你终于回来了 田勺摸了下他头发 笨 还是那么的柔软 走吧 咱回家 六丫搂着田勺的胳膊 看住裴悦笑嘻嘻地问道 大姐 这就是大姐夫吧 田勺弹了下 他的脑门笑着说道 还没结婚不准乱叫 叫哥就好 六丫可不改口 说 现在叫跟以后叫都一样了 大姐夫 你说是吧 裴悦觉得 这丫头机灵 笑着从多了掏出一块巧克力给他 到了家门口 六丫就大声喊道 娘 娘 大子跟大子夫回来了 田勺有些无奈 刚才的话 这丫头都荡耳边疯了 六妹都这样 等会爹娘态度 只会更热络了 只希望别催着结婚了 第597章 厚脸皮的裴悦 田大林跟李桂花听到喊声 丢下手头的火都出来迎人了 两人看到裴悦 见他一表人才还很高大 非常满意 田大林看裴悦拿着两个行李袋 上前想要帮忙提一个 裴悦避开了 笑着说 爹 不用 东西并不重 我提的不费劲 这一生爹不仅将田大林叫猛了 李桂花在旁也愣住了 不过田大林很快就反应过来 满脸笑意的说 外头冷 快进屋 快进屋 田勺不由的翻了个白眼 昏都没结就叫爹娘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是个厚脸皮的 将两人迎进堂屋 田大林招呼裴悦 坐下来烤火 裴悦说 爹 你叫我小悦或阿悦都行 田大林摁了一声后 搓了搓手道 裴同志 这个 你跟大鸭还没结婚就叫爹 外头人听了会不好的 你还是叫叔婶吧 等你跟大鸭结婚了再改口 裴悦从善如流 说道 叔 我跟小勺商议好了 年后选 个好日子定轻 等小勺毕业就结婚 田大林有些错愕 不由的看向田勺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这是之前田勺答应的 这个时候也不好反悔 爹 我们大概初时就回四九成 定轻的日子要在这之前 李贵花文言不由骂道 你这 这 破孩子 定轻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呢 我们这边一点准备都没有 田勺说 没事 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自己准备 田大林他看向两人无奈地说道 大鸭 小月 这定轻不是上下嘴一碰就成的 首先得南方让没人来提轻 然后两家坐下来商定日子 然后再告知亲朋好友来喝定轻酒 陪月沉生说 媒婆我可以请赵康的丈母娘来 就是家人这个 我很抱歉 我爹他不赞同这门轻事 不会来的 李贵花脸一下就垮了 不赞同 他家大女不管是样貌财情 哪一样配不上陪月 田勺瞧着不对 赶紧解释道 爹 娘 他后母想让陪月娶自己的侄女 他不同意他爸就以此相逼 昨日我们上门 刚进门就被轰出来了 李 贵花一听不由骂道 这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老话是说的一点都没错 田勺见状 天由加醋地说 娘 他后娘那两个侄女 都是大饼脸 个头还矮跟冬瓜似的 小学还没毕业也没工作 就这海眼高于顶 非干部不嫁 别说陪月了 就是咱村那些能干的年轻小伙 都看不上那两货 这些都是张建和说的 应该是真的 六鸭神色有些古怪 好在二姐不在 不然听了这些 怕是要多想了 李贵花看住陪月 一脸疑惑地问道 小月啊 你确定你是亲生的 不是捡来的 不说 陪月长得好 就那么好的工作 想要娶个条件好的媳妇 都不是什么难事 结果 亲爹竟能让他 娶那么寒碜的女人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仇人呢 田少想着穿过来 那日李贵花怀疑过 她的身份出言试探 心里不由暗叹 她娘的直觉 真是无敌了 陪月没接这话 只是说 我娘将我 当眼珠子一样痛 她 以前有怨恨过陪雪海的 特别是看她 对王洪分那么好的时候 心里的怨恨达到顶峰 后来经了那么多的事 她也将这些事放下了 李贵花听到这话 不由心疼起陪月来 看向她的眼神 也满是慈爱 小月 你想吃什么告诉沈 沈给你做 嘶牙很不客气的说 娘 就你这手艺 做啥大姐夫都不爱吃 大姐 还是你做吧 我好想吃你做的酸菜鱼 跟糖醋排骨 还有土豆鸡块 六鸭瞪了她一眼 说大姐坐了一路火车 现在肯定累得不行 得好好休息 五鸭也说 四姐 你别一天到晚想着吃 四鸭摸得不行 得好好休息 五鸭也说 四姐 你别一天到晚想着吃 四 鸭 摸了下后脑勺 与甜勺到了欠后说道 大姐 那你今天好好休息 等休息好了 给我们做好吃的 三句不离吃 甜勺也是佩服她 说了一会话 甜勺打起了哈恰 陪月知道 甜勺每天都要午觉 就算没时间 也要打个盹 不然下午跟晚上 都没精神 陪月说 小勺 你好好休息 众人见状都出去了 李桂花刚才 正在厨房炸豆角酥 现在三鸭正在那里忙活 现在甜勺要休息 她又回厨房忙了 甜大林刚才在匹柴 陪月见了要帮忙 虽然说姑爷给老丈人家 帮忙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陪月可是干部 她觉得不该让其做这种粗活 不过最后还是拗不过陪月 将柴刀给了她 甜勺一醒来 六鸭就喜滋滋地说道 大姐 没想到大姐夫干活 也是一把好手 就那么会功夫 就劈了一堆的柴 现在还去挑水呢 原本 看住陪月的模样 六鸭觉得她干不了活 结果却被打脸了 田勺笑着说 她以前在军中训练的时候 每天负重跑十公里 这点活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你跟爹说 家里有什么粗活重活 都交给她干六鸭疑惑地说 大姐 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大姐夫啊 大姐 你确定要嫁给她 这话听着有些古怪了 田勺问道 你大姐夫闲着也是闲着 帮忙干点活 怎么就不心疼她了 六鸭说 二姐夫在家里工作 二姐就很心疼 每次都劝她优住点 二姐夫不听 她就帮着一起干 田勺不对二鸭的言行做评价 只是与六鸭道 每个人的想法与行事方式不一样 她觉得镊锁住干那些活会累住 我觉得陪月干这些活 是活动活动筋骨 与其让她在家里傻作住 还不若干点 活 既不会无聊 也能博取未来岳父岳母的喜欢 何乐而不为 六鸭一下就明白了 不好意思道 大姐 是我想岔了 田勺笑了下说道 六鸭 我既将她带回家来 就是认定了她 认定 要过一辈子的男人 又怎么会不心疼 不过她的心疼 与二鸭不一样罢了 我们就必须还能装着 我会一直复养